其实不仅仅是刚才来自金融时报的这个说法和报道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 不管是在今日华尔街还是在华尔街电视频道 我们都多了很多节目 在今日华尔街大家看到了很多有关于国际国内新闻的最新报道 还有很多我们编辑精心挑选的认为特别值得介绍给大家的观点和思考 特别是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的突发和及时消息 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华尔街网报 之前停办了一段时间 原因啊就是这个和平先生说你不要搞那么多网报 每天累得要死啊 你要是这个提前这个牺牲在了第一线 那大家还是说我不是一个好老板啊 所以呢啊承蒙和平先生照顾我的身体啊 华尔街网报是停了一段时间 但是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说啊 说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华尔街网报那样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的重要消息的突发报道 最好啊还是24小时不间断 哎现在承蒙有AI技术这个事情啊变得容易很多了 那么华尔街网报呢会采取人工加AI这样的一个形式 但是其中的重要的消息是由我们资深的编辑精心挑选的 在组织编辑上也符合之前华尔街网报的标准 编辑标准是什么 第一来自权威媒体 第二消息真实可信 或者是我们认为真实可信 在那个时刻真实可信 第三就是要为大家提供啊来自世界的啊各大媒体的各类专业人士的最精彩的分析 并在第一时间送达 那么华尔街网报会继续这样的风格 但是现在除了我们编辑深度参与之外呢 哎会有AI进行更多的加成 AI在信息的翻译和处理上啊有我们人类不具备的能力 所以啊像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啊这个华尔街网报呢不仅仅是会继续做下去 而且呢可能比原来更加及时 当然了我们这个AI和人的磨合呀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观众朋友们对于AI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适应期啊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所以希望呢大家看到好 而且网报其中出现的错误 大家对于这种形式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 哎大家认为我们缺了哪一些新闻媒体哪一些重要信息 希望我们增加什么样的内容 在时长和节目的编排上有怎样的更进一步的考虑和提高的空间都告诉我们 现在有了AI的加成 那我们进行这样的处理啊 也更加的快捷更加的成本便利 所以呢这里先跟大家进行简单的通报 华尔街网报恢复了思想先驱报是不是就要取消了呢 不会思想先驱报还会继续办下去 在今天的思想先驱报中我们就要为大家讨论一个我们特别关注到的话题叫什么呢叫继承 不知道大家呀看美剧近期再看哪一部 反正啊我最喜欢的就是HBO MAX最新推出的一部美剧叫做Succession 叫做继承人 讲的呢 实际上是以 莫多克家族啊为原型的 这样的一个美国的保守派的一个媒体家族啊 在老一代媒体人啊 快不行的时候 老一代创始人快不行的时候 几个孩子以及他们的远房亲戚之间啊 可以说是这个 勾心斗角啊 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权术啊 最后看谁到底能够继承这个家族 但是很不幸啊 这个Succession这一部剧呢在昨天是正式落幕了 大结局之后呢 有这样的一位继承人正式出马了啊 可能让有些观众朋友们觉得这个结局啊有一点超乎意料 不仅仅是电视剧中的继承 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也面临继承的问题 美国的政府两届政府之间是如何交接的 近期有一本书帮我们介绍了更多的细节 中国的继承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习近平之后的继承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择 今天我在节目中特别请教和平先生 我们今天呢不仅仅是要为大家介绍美剧的内容 也会为大家介绍啊 布什时代的美国的重要的国家安全高官哈德利 近期所出版的一本新书 这本新书的名字叫做Hand off 叫做移交或者呢叫放手或者我们干脆叫继承 还有呢就是王春翰先生在他有关于习近平的新书中 有关于习近平之后到底怎么样安排接班人的相关内容 如果您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已经锁定今天 华尔街电视频道正午十二点直播的 思想先驱暴 我们会为您带来更多的有关内容 今天节目最后啊为大家带来一个近期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很关注的国家 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到底能够吃到多少香港国安法的红利呢 香港与新加坡到底有没有可比性呢 新加坡移居可能会出现哪一些问题 又会面临哪一些麻烦呢 如果在子女新加坡读书可能会面临怎样的环境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华尔街读书篮目中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个国家 节目最后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感谢给我们打赏支持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Donal Frame打赏 感谢如是我们打赏 感谢金山打赏 谢谢这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支持 华尔街论坛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大家好 今天向大家播报《新加坡简本》这本书 希望您喜欢 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点击连结购买此书 新加坡简本 欢迎来到新加坡 本书全面概述了新加坡这个迷人的城邦 从其丰富的历史到多元的文化 新加坡可以为每一位到访他的人提供一些东西 您将了解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构成及其东西方影响的独特融合 以及新加坡从一个不起眼的渔村 到充满活力的当代大都市的惊人发展 您会发现其令人惊叹的建筑景观 独特的小贩中心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 凭借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 新加坡已成为世界各地游客的热门目的地 准备好以全新的方式了解新加坡 这本书提供了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对这个城邦的深入了解 依新加坡简介 新加坡是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南端的一个岛城邦 新加坡拥有近560万人口 是全球金融中心和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它的战略位置和优良的基础设施为它赢得了小红点的绰号 新加坡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多元化的城市 拥有各种景点 活动和文化 它融合了多种文化 宗教和语言 包括英语 普通话 马来语和泰米尔语 新加坡还拥有热带气候 全年气温在21至34摄氏度之间 新加坡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环保的城市之一 其50%以上的土地面积用于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 此外 该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 并拥有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是该地区主要的经济参与者和重要的金融中心 它的经济是由强劲的出口 国际投资和蓬勃发展的旅游业驱动的 新加坡还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 新加坡是一个值得游览的好地方 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从令人惊叹的建筑和充满活力的街道生活 到令人惊叹的海滩和令人兴奋的夜生活 新加坡可以满足各个年龄段的游客的需求 无论您是想探索这座城市丰富的文化遗产 体验世界级的景点 还是只是在热带天堂放松身心 新加坡都一定会超出您的期望 二新加坡概况 新加坡是位于马来西亚南端的一个小岛国 它被誉为东南亚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拥有近600万人口 它以其多样化的多元文化人口 现代建筑和热带气候而闻名 新加坡的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其城市国家地位赋予其独特的政府形式 它是一个单一的议会制共和国 实行议会制政府 由总理领导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城市化和多元文化的城市 超过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它是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 其港口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由于其世界级机场张仪机场 它也是东南亚的主要交通枢纽 新加坡以其茂密的热带雨林 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和美味佳肴而闻名 它拥有许多独特的景点 包括标志性的新加坡摩天关锦轮 新加坡植物园和标志性的鱼尾狮雕像 它也是众多购物中心和购物街的所在地 该国还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大学 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 新加坡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因为它有许多景点 包括新加坡动物园 新加坡环球影城和圣桃沙岛 三新加坡地理 新加坡是位于东南亚的一个小岛国 位于马来半岛南端 北宾柔佛海峡 南街新加坡海峡 东临南中国海 西宾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位于赤道以北紧85英里 137公里 土地总面积位277平方英里 719平方公里 该岛大部分地势低洼 属热带雨淋气候 气温通常在70-90华氏度 21-32摄氏度之间 全年降雨充沛 尤其是在季风季节 11月至1月 该国分为四个地区 中部地区 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和景点 中部地区是该国首都新加坡市的所在地 也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北部地区是该国最不发达的地区 大部分是农村地区 东部地区以其海滩和度假村而闻名 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西部地区拥有新加坡风景最优美的一些地区 并且是工业和制造中心的所在地 总的来说 新加坡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家 有很多景点 它以其优良的基础设施 现代化的城市 以及多元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闻名 无论您是寻找海滩度假圣地 还是城市度假圣地 新加坡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的理想目的地 4.新加坡历史 新加坡是位于东南亚 马来半岛南端的多元文化岛国 它是不同文化的独特融合 人口众多 包括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和各种其他种族 它的过去和现在 于几个世纪以来 以这里未加的许多移民 和定居者的浪潮密切相关 考古证据表明 新加坡自公元二世纪以来就有人居住 当时该地区是苏门达腊三佛齐帝国的贸易港口 在13世纪 新加坡由柔佛苏丹国统治 到16世纪 它处于亚齐苏丹国的控制之下 1819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贸易战 新加坡作为贸易中心的成功 促使其于1824年与柔佛苏丹国签署了 新加坡条约 这赋予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该岛的行政控制权 新加坡于1867年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 英国政府继续将其发展为区域商业和交通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新加坡于1942年被日军占领 并一直处于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 直到1945年英国人重新夺回它 战后 新加坡于1959年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独立国家 实行议会制政府 这个城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经济快速发展 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 转变为一个主要的金融和制造业中心 今天 新加坡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国家 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全球认可的教育体系和强大的经济 其丰富的历史和多元化的人口使其成为东南亚 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 新加坡素有东方花园城市之称 是亚洲最现代化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位于东南亚 是一个城邦和岛国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却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飞速发展的经济 新加坡是东南亚主要的交通和金融中心 它拥有超过五百六十万的多元化人口 它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的社会 是中国、马来、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的大熔炉 该国的官方语言是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和中文 英语是商业和教育的主要语言 其他语言也被广泛使用 新加坡的经济是该地区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 它受到强大的服务业的推动 服务业占其GDP的75%以上 这得到了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吸引了许多跨国公司的充满活力的商业环境的支持 新加坡是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国家之一 它拥有良好的空中、陆地和海上连接 使其成为区域旅行的理想基地 它也是购物、娱乐、餐饮和文化的主要枢纽 新加坡以其出色的医疗保健系统和高生活水平而闻名 该国安全可靠、犯罪率低 它还拥有许多公园和绿地 是放松身心和享受大自然的好地方 总的来说 新加坡是一个充满活力和令人兴奋的城市 它为游客和商务旅客提供了很多东西 非常值得一游 从丰富的文化到蓬勃发展的经济 新加坡是探索和享受的好地方 5.新加坡的教育体系 新加坡的教育由教育部管理 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广受赞誉的竞争性制度 该系统旨在培养能够在全球舞台上竞争的高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 新加坡的教育系统分为三个部分 小学、中学和大学 初等教育包括六年学制 前四年称为基础阶段 后两年为定向阶段 中等教育分为四年 称为正常课程和特殊课程 师范课程面向有学术倾向的学生 为新加坡建桥GCEO level考试做准备 部分学生继续参加新加坡建桥GCEO level考试 特殊课程更侧重于为理工学院学习 或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准备的实际职业经验 在高等教育阶段 有多重选择 学生可以在五所本地大学之一 攻读文凭或学位 也可以进入技术教育学院或新加坡理工学院等专上院校学习 对于那些寻求更专业教育的人 也有提供工程和设计等专业课程的私立教育机构 新加坡的教育体系竞争激烈 政府大力投资教育基础设施 这使学生能够访问范围广泛的教育材料和资源 还鼓励学生追求自己的兴趣并挑战 自我已发挥最大潜力 在学业结束时 毕业生具备了踏上理想职业道路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新加坡毕业生因其教育和实践经验 而受到雇主的高度追捧 这就是为实谋新加坡一直名列世界顶级教育目的地之列的原因 六 新加坡教育体系概览 新加坡以其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而闻名 该体系一直位居世界最佳之列 国家的教育体系高度结构化且竞争激烈 强调学术成就和卓越 学生需要达到高标准的学业成绩 才能被一所号大学录取或找到一份高薪工作 在小学阶段 6至12岁的儿童上小学 小学通常为6年 分为小学1至6年级 在新加坡 大多数小学都是政府开办的 但也有一些私立学校 新加坡的中等教育分为4个阶段 快速 普通 学术 普通 技术 和综合课程 每个阶段持续4年 学生在每个阶段结束时毕业 快速课程专类 希望在4年后离开学校并 工读贸易或职业课程的学生而设计 师范 学术 是最受欢迎的课程 学生可以在其中学习一系列学术科目 并为GCEO水准考试做准备 普通 技术 课程是为那些希望从事工程或信息技术等 技术职业的人 开设的 最后 综合课程是用于希望在中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大学的优秀学生 中学毕业后 学生可以选择继续就读大专 理工学院或大学 初级学院提供两年制大学预科课程 而理工学院和大学提供高等教育 新加坡有六所公立大学 还有一些私立大学 新加坡非常重视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并拥有一些亚洲最好的大学 它还以强调实践 动手学习而闻名 这被纳入教育系统的各个层次 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和选择性 学生需要努力学习才能取得成功 七小学和中学教育 新加坡以其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而闻名 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包括小学和中学教育 新加坡的初等教育由教育部提供 并以国家课程框架为基础 在新加坡 所有公民和永久居民都必须上学至少六年 国际学生也可以上新加坡小学 在小学阶段 教育分类两个阶段 四年至小学一至四年级和两年至小学五至六年级 在每个阶段 课程旨在提供涵盖核心科目的全面教育 例如如英语 数学 科学和母语 此外 课程还包括对人文 体育和艺术的介绍 中学阶段的教育分类两个阶段 三年制的中一至中三 以及两年制的中学四至五年级 中学阶段的课程更加集中 包括英语 数学等核心科目 科学 人文 体育和母语 还有一个重点是应用学习计划 ELP 它允许学生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获得实践经验 中午结束时 学生将参加小学历校考试 PSLA 和 LEVEL考试 这些考试很重要 因为它们表明了学生的学术能力 可用于进入高等教育机构 八 专上教育 新加坡为其公民提供多众高等教育选择 这些选择包括公共和私人机构 以及大学 理工学院和其他提供从酒店和旅游到工程和技术课程的专业机构 公共机构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 新加坡理工学院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美佐大学均由教育部管理 提供一系列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新加坡的五所理工学院是南洋理工学院 新加坡理工学院 义安理工学院 共和理工学院和淡马西理工学院 它们提供各众学科的一系列文凭课程 并以其使用和面向行业的教育方法而闻名 除了大学和理工学院 新加坡还有一些专科院校 如新加坡理工学院 新加坡旅游局学院和技术教育学院 新加坡政府以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形式 向学生提供经济援助 学生也可能有资格从政府或银行获得学习贷款 总之 新加坡为其公民提供广泛的高等教育选择 从公立和私立大学 理工学院到专业机构 政府向学生提供经济援助 以帮助他们继续学业 新加坡是位于东南亚 马来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岛城邦 它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也是该地区最发达的经济体 新加坡拥有超过560万人口 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具标志性的地标和景点 新加坡以其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和宽容著称 使其成为世界各地游客的理想目的地 该国分为四个主要区域 北部 东部 西部和中部 正式名称为新加坡共和国或新加坡共和国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但这里也使用许多其他语言 包括普通话 马来语和泰米尔语 新加坡还以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系统而闻名 使其成为环游全国的好地方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经济强劲 生活水平高 新加坡是探索和体验其文化 美食和景点的好地方 在新加坡有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参观新加坡动物园 新加坡环球影城 圣桃沙岛和新加坡摩天关景轮 其他受欢迎的活动包括购物 餐饮 以及探索许多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和娱乐场所 如果您想体验新加坡最好的一面 这里有许多一流的酒店 度假村和住宿选择 新加坡还拥有蓬勃发展的商业和金融业 使其成为商务旅客或企业家的理想之地 无论您是在寻找独特的文化体验 热带度假圣地还是商务旅行 新加坡都是您的理想之选 凭借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繁华的夜生活和各式各样的景点 新加坡一定会给每个人留下难忘的经历 九新加坡的文化 新加坡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岛国 是世界各地文化和传统的大熔炉 多元化的文化影响塑造了新加坡的文化 使其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迷人的生活和旅游圣地 新加坡有560万人口 其中大部分是华人 马来人或印度人 然而 也有大量其他种族存在 包括欧洲人和欧亚人 这种文化的融合 有助于在新加坡创造一种独特的文化 这种文化融合了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信仰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但大多数人也会说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即普通话 马来语 泰米尔语和新加坡是英语 新加坡是英语 是当地人使用的一种独特的口语 是英语 普通话 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的组合 新加坡的美食丰富多彩 来自世界各地的菜肴应有尽有 一些受欢迎的菜肴 包括海南鸡饭 辣椒蟹和乐沙 在新加坡外出就餐是一种流行的消遣方式 这里有许多提供各种美食的餐馆 咖啡馆和小贩中心 新加坡还以其充满活力的夜生活而闻名 整个城市有许多夜总会 酒吧和酒馆 吸引了当地人和游客 新加坡的音乐和娱乐场所也很受欢迎 全年举办各种不同的节日和活动 无论您来自哪里 新加坡都是一个多元文化和热情好客的国家 文化 传统和信仰的独特融合 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有趣和充满活力的体验之地 是新加坡的语言和方言 新加坡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和语言的国家 因此 它是各种语言和方言的发源地 新加坡的两种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普通话 但这里也使用许多其他语言 这些包括马来语 泰米尔语 庞哲普语和各种中国方言 例如 不见话 潮州话 广东话 客家话和海南话 此外 新加坡有许多新加坡式英语方言 是新加坡特有的英语形式 这些方言混合了英语 马来语和闽南语 在日常对话中很常见 虽然英语是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 应用于政府和商业目的 但新加坡是英语是新加坡广泛使用的方言 中国方言的使用在新加坡也很流行 尤其是在老年人中 大多数中国方言是可以相互理解的 所以说不同方言的人可以互相听懂 但是 他们可能无法用彼此的方言进行读写 近年来 新加坡更加强调讲英语 政府提倡在官方场合使用英语 然而 许多新加坡人在日常交谈中 仍然使用华语方言和新加坡式英语 成为新加坡独特文化的一部分 十一 新加坡的宗教信仰 新加坡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影响 其公民之间的差异很大 新加坡是一个多宗教国家 其人口混合了佛教 基督教 印度教 穆斯林 道教和西克教信仰 大多数新加坡人信奉中国民间宗教 佛教和道教是两大宗教 佛教是新加坡最受欢迎的宗教 大约33%的人口信奉佛教 佛教以公元前5-4世纪生活在印度的乔达摩佛陀的教义为基础 许多新加坡人信奉如世道三教合一的华人民间宗教 基督教是新加坡第二大流行宗教 约占人口的18% 基督教以耶稣基督的教义为基础 分为几个教派 包括天主教 新教和东正教 新加坡基督教的主要教派是罗马天主教 新教和英国国教 大约10%的新加坡人信奉印度教 印度教以费陀经的教义为基础 费陀经是一套来自古印度的神圣著作 印度教分为四个主要教派 Vashnavism Shervism Shaktism 和Smartism 新加坡主要的印度 教寺庙是马里安曼星东庙 这是该国最古老的印度教寺庙 大约15%的新加坡人信奉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以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为基础 新加坡的主要伊斯兰教派是逊尼派 还有较小的什叶派和爱哈迈迪亚穆斯林社区 大约4%的新加坡人信奉道教 道教以公元前6至4世纪 生活在中国的老子的教义为基础 道教分为几个教派 包括全真教 正义教和天师教 新加坡主要的道教寺庙是天福宫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21年 大约2%的新加坡人信奉西克教 西克教以古鲁纳纳克 都入纳纳的教义为基础 他于公元16世纪在唐舟普巴 印度 创立了信仰 新加坡主要的西克教庙宇 是建于1922年的中央西克教庙宇 尽管新加坡的宗教信仰多众多亚 但该国基本上是世俗的 没有官方宗教 新加坡政府支持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 该国制定了法律和政策 以确保所有宗教信仰都得到尊重 12新加坡美食 新加坡以其独特的中国 马来和印度美食融合而闻名 这是因为该国的多元文化遗产 及其作为东亚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位置 新加坡美食完美融合了众多民族的烹饪影响 最常见的新加坡菜是面条 如乐沙 一种混合了面条 鱼和蔬菜的香辣椰奶 还有著名的辣椒螃蟹 一种用辣番茄酱炒螃蟹的菜 中国的影响可以在各种点新菜肴中找到 例如叉烧包 叉烧包 以及各种米饭菜肴 例如椰浆饭 用椰奶烹制的米饭 足以凤尾于 花生和辣辣椒酱 马来菜和印尼菜在新加坡也很受欢迎 例如辣牛肉人当 这是一道用椰奶和香料烹制的浓郁可口的牛肉菜 以及面条菜炒面 是炒面蔬菜和鸡蛋的美味组合 印度的影响在葛仲卡里中显而易见 例如美味的咖喱鱼头 它是鱼 蔬菜和香料的混合物 在诱人的肉汁中烹制而成 这些只是新加坡众多美味菜肴中的一小部分 如此众多的不同美食可供选择 总有一款适合您的口味 游客一定会为各种口味感到高兴 新加坡是东南亚一个充满活力的城邦 位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 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大都市中心 拥有超过560万人口和繁荣的经济 新加坡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天际线 一流的购物场所 美味的食物和国际化的氛围而闻名 该国分为五个区域 北部 南部 东部 西部和中部 从繁华的市中心到东海岸宁静的海岸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和景点 新加坡是一个主要的国际港口 吸引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但当地的方言很独特 被称为Singlish 大多数人还会说其他语言 包括普通话 马来语和泰米尔语 新加坡是吃货的天堂 它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餐厅和街头美食 这座城市还以其多样化的景点而闻名 包括标志性的新加坡摩天观景轮 迷人的花园和滨海湾金沙等建筑奇观 新加坡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文化体验 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 而新加坡美术馆则以其现代和当代艺术展览而闻名 全年还举办许多节日、音乐会和活动 新加坡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旅游圣地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无论您是在寻找令人兴奋的城市逍遥游 还是宁静的海滩假期 新加坡一定能满足您的需求 十三 新加坡政治 新加坡是一个多党议会制共和国 拥有威斯敏斯特式的政府体制 政府首脑是总理 由总统任命 总理和内阁负责新加坡的日常治理 和制定国家的政治方向 新加坡政府由三个分支组成 行政、立法和司法 行政部门由总理领导 负责执行法律和政策 立法部门负责制定法律 而司法部门负责解释和执行法律 新加坡议会实行一院制 由99名民选议员 9名委任议员和3名提名议员组成 执政党是人民行动党 该党自1959年执政 目前由李显龙总理领导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马来语、普通话、泰米尔语和其他许多新加坡人使用的方言 新加坡政府以威斯敏斯特市政府体制为基础 非常注重维持秩序、伸张正义和确保经济稳定 新加坡政府严重依赖技术和现代基础设施的使用来确保安全和促进经济增长 Smart Nation、Skills Future和ISPRINT计划等计划是政府利用技术和数据改善公民生活和促进创新的一些方式 新加坡政府致力于保护公民的权利和鼓励政治参与 它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法律和法规 旨在确保公平和平等、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 此外,政府致力于为其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保健 十四,新加坡政治制度概览 新加坡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城市国家 位于东南亚 它拥有强大的政治制度 自1965年获得独立以来已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 政治制度是议会和总统民主制的结合 具有一院制立法机关 国家元首是新加坡总统 由普选产生,任期六年 他没有行政权利 但负责任命总理 总理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 总理负责政府的日常运作 并由内阁提出建议 一院制立法机构称为新加坡议会 由来自89个选区的当选代表组成 还有一位由总理任命的非选区议会议员 NCMP代表议会中的少数群体 新加坡政府以威斯敏斯特制度为基础 政府对议会负责 这一位助政府必须通过议会 通过法律 所有法律都必须通过司法机构的审查才能实施 新加坡拥有强大而独立的司法系统 其最高法院是终审上诉法院 司法部门还负责确保 所有法律得到公平和统一的应用 新加坡民众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 包括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投票的权利 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权利 以及结社和组织的权利 新加坡政府还以其对促进种族和协和宗教宽容的坚定承诺而闻名 这在该国的多元文化人口中可见一般 所有主要宗教都受到尊重和代表 总的来说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该地区最稳定和繁荣的国家之一 该国以其经济繁荣 腐败程度低和治理良好 而享誉国际 15 立法和行政部门 新加坡政府以议会置位基础 由两个分支机构组成 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 新加坡的立法机构是新加坡议会 由新加坡总统和议会组成 议会由当选议员 MP和非选区议员 NCMP组成 总统由新加坡公民选举产生 并有权任命 包括总理在内的主要政府官员 议会负责起草和修改法律 批准政府预算和政策 以及批准国际条约 新加坡的行政部门由总理领导 总理由总统从国会议员中任命 总理也是内阁首脑 内阁有几名在各个领域 具有专业知识的成员组成 总理和内阁负责执行议会 批准的法律和政策 总理还兼任新加坡武装部队总司令 除了政府的两个主要部门外 新加坡还有一个司法部门 负责解释法律 并对提交给他的案件 做出裁决 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和立法部门 由首席大法官领导 16. 司法部门 新加坡有一个双轨司法系统 民事和刑事 民事司法系统 以英国普通法系统为基础 而刑法则以新加坡刑法点位基础 两者均由新加坡最高法院管理 新加坡最高法院是新加坡的最高法院 也是新加坡的终审上诉法院 它由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组成 上诉法院审理来自高等法院和下级法院的上诉 而高等法院审理一审案件 高等法院进一步分为普通庭和家事庭 家庭事务部审理与家庭有关的事物 例如离婚、领养和监护权 除了最高法院 新加坡还有初级法院系统 其中包括地区法院 地方法院和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审理范围广泛的民事和刑事案件 而地方法院审理轻微案件 少年法庭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 新加坡拥有高度发达和独立的司法系统 法官由总统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命 不对政府负责 司法独立 不受任何政治压力 新加坡对法制有着坚定的承诺 司法机构在本地和国际上都受到尊重 新加坡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国家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 人口约560万 新加坡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繁荣的经济 是对旅行者和外籍人士极具吸引力的目的地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社会 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人组成 英语是官方语言 但也使用多众其他语言 新加坡属热带气候 气温在23到32摄氏度之间 它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 犯罪率很低 新加坡是商业和旅游业的重要区域枢纽 它是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 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集装箱港口的所在地 新加坡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拥有新加坡动物园、新加坡植物园 和著名的滨海湾金沙度假村等景点 新加坡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 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和新进的技术而闻名 它还以其清洁、高效的政府和高品质的生活而闻名 新加坡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充满活力的目的地 适合每个人 无论您是在寻找商业中心、旅游圣地 还是令人兴奋的居住地 新加坡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结论 总之 新加坡是一个迷人而美丽的国家 值得探索 凭借其充满活力的文化 世界一流的景点和美食 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新加坡拥有令人惊叹的建筑 丰富的历史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 是一个令人兴奋和独特的目的地 适合所有年龄和背景的人 凭借其热带气候和各种活动和景点 新加坡确实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目的地 谢谢大家收看